西昌 這檔展覽的出發就是夢 既視感這個字Déj'à vu 就是我曾經看過 在夢裡面發生過的場景 它好像在日常生活中都會再一次的出現 對於藝術創作這件事情 它就是在真實與虛幻之間 只是曖昧地帶 它反而可以激發出更多的想像 它的作品可能不完全直接指射夢境 但它有可能呈現出來的氛圍 是像夢境一樣 非常的虛幻迷離 或是它想要呈現一種潛意識的狀態 夏愛華的作品 利用生氣藝術結合木雕 這個材質在台灣非常的少見 奇幻可愛的 有點像小金瑩的這樣子 唐軒的作品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它很甜美 但是你認真進去看 你會發現並不是這麼的美好 那種邪惡狀態也可能是我們自身 《網頂操》的作品 它把水墨的東西運用在木板上 再結合紙張、很細的鉛筆、鋼珠筆 然後去提出一個新水墨的概念 民眾進到這展場裡面 即使只是因為看到作品 而都要一個小小的感受 覺得好美好喔 好可怕喔 它也可以回饋給我們自身 而產生一個更美好生活的概念